你投诉中间新闻来处理 新竹有一位先生去年五月的时候花了一万五 买了一台韩国知名大厂的智慧型手机 结果才短短八个月哦 这手机一打开蓝牙就当机 送修三次了 让他觉得很烦说 要是再这样下去过保固期之后呢 这个同样的问题他就得要花钱啦 所以他就跟电信业者提出了 要么换一台新机 要么解约的要求 后来被拒绝了 但是消保官说 同样的问题怎么修都修不好的话 业者应该要把手机的保固期重新算起 当初就是我按设定嘛 然后再这样开启蓝牙 他就当掉了 他就会跳回开启画面 拿着用一万五千块买来的手机 黄先生越讲越无奈 因为一开蓝牙就当机 才买不到一年 手机就进场维修了三次 里面的资料和照片 还跟着痛痛不见 很烦啊 因为认识人应该都觉得很烦 因为我机子 机子两三个月就被 就被资料 全部砍掉一次 每天都要害怕说 我开蓝牙会不会当机 我开蓝牙会不会当机 因为一当 叫他送回去修 我资料都全部不见了 短短八个月 手机都故状了三次 维修人员没有帮忙解决问题 让他很痛痛 但担心过了保固期后 手机又会因为同样的问题故障 自己就得花钱维修 黄先生觉得权益受损 向电信公司要求换新手机 或是节约 却遭到拒绝 他们只愿意说 在保固内 保固内帮你一直送修这样子 但是他没有办法跟你保证说 会不会再发生同样的问题 我觉得他们出的方法很消极 修补的地方是同一个地方 而且每次修都修不好的话 那就这个部分的瑕疵当保的保固期 应该是做重新起算的一个规定 是比较合理的 针对黄先生手机问题 电信公司回应 需要在和分店了解状况之后 才能做后续的处理 目前黄先生的手机是修好的状况 只是他担心 下次故障 不知道又会是什么时候